前锋事件后续最新消息 继前锋被爆出性侵后 先是湖南卫视对此发声 表示关于主持人前锋的相关问题 正在紧急核实中 不仅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更是会将前锋的一切工作暂时停止 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点评 文中称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要调查 毕竟只是小一单方面的陈述 而前锋也需要直面小一的指尘 并还指出让法律来驱散疑云 尽快给公众一个交代 而上海警方也对此事进行了迅速的调查 一点三十分发出了警警通报 文中称经上海警方核查 对于前锋性侵事件 常宁警方曾在2019年接到过小一的报案 但常宁警方在取证时 因为证据不足以判定强奸 因此就没有成功立案 说白了也就是在2019年事发后 小一就去报过警了 但因证据不足因此不予立案 然而对于此事 很多网友也表示会相信警察 更会相信正义 但不管此事是否真假 前锋的形象和事业都将受到重大的影响 不得不说 身为艺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应该谨言慎行 艺人必须要有一德 才能成为正能量的引导者 最后大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